几个世纪之前 一股新势力崛起冲击整个世界 那是来自中亚的一支游牧民族 当时他们的铁铁踏遍了欧洲和日本 至今提起这些名字 仍然会唤起人们对那段历史的记忆 蒙古 达达和匈奴 这些游牧民族锐不可当 但总是得设法制止他们 为了保护自己的国家 古代中国的工程师必须创造出一个奇迹 而他们做到了 他们修建了世界上最伟大的军事防御攻势 这里是一个一夫当官晚夫莫开的战场 这是古代中国用来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一座亭杂 中国的万里长城是地球上规模最大的建筑工程 长城上无数的防守关口和料望塔 全都坐落在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方 或是蜿蜒于干旱沙漠之中 或是屹立于局壁险峰之侧 或是飞越峡谷 甚至潜入水底 长城的建筑成就 远远超越了包括埃及金字塔在内的 一切西方建筑 这是史诗般的成就 然而代价惨重 成千上万人为修建长城而死 他们被迫沦为苦役 辛苦劳动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修建长城的确是以人的生命为惨重代价的 中国的长城是人类最令人惊叹的杰作之一 然而它留给我们的究竟是什么呢 它是智慧的凝聚 亦或悲剧的见证 2005年 北京 电子摄像技术即将为人们展示一些前所未见的图景 这是第一幅完整的世界古代奇迹 长城的照片 实际上长城的修建是经历了16个世纪之久 它的各段城墙是由各个不同的朝代修建而成的 它是历史上最具雄心的建筑工程 地球上还没有哪座古迹能够像长城这样引人侠侠 有人说长城足够绕地球一周 然而按照通常的估计 长城全长一万英里 也就是迈阿密到北极的距离 那么环绕地球仅仅是个伟大的神话吗 别忘了中国人修过很多段长城 如果把这些长城全都加在一起 总长度将会超过五万公里 那就是三万五千英里 地球赤道的圆周周长为两万五千英里 大约相当于四万公里 因此环绕地球不仅不是神话 材料还会绰绰有余 此外还有人说在月球上用肉眼就能看见长城 却有其事吗 2003年中国人首次进入了太空 当飞行员被问到这个无法避免的问题时 我以为他会满怀民族感情地说 是的 我看到了祖国的长城 但是出乎意料他说没有 地球地理学家威廉·林德塞 见过的长城比其他任何人更趋于完整 他曾经沿着长城从中国的异端走到另一端 在他看来 伟大一词 远远不足以道出长城的威仪 我相信长城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建筑物 人们都梦想着来中国 在长城上走上一个半个小时 人们通过想象认识到的长城 只是向西蜿蜒2000公里 同时向东延伸3000公里 对它的曲折的路线却并不了解 我觉得这正是长城的伟大之处 它是世界上最著名 同时也是人们最缺乏了解的建筑 而我们所知的 只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 2000多年前 有个人独立统一了中国 秦始皇被认为是中国的第一个皇帝 在秦始皇登上皇位之前 战国时期的混战已经持续了250年 秦始皇最终击败所有的对手 第一次统一了中国 英语里中国一词就是根据秦始皇的秦而来 但是秦始皇要让当时的中国生存下来 就必须面对另一个巨大挑战 那就是在北方边境上 肆意强掠的马背上的民族 他们来去如风 四处奔袭 秦始皇想到了一个出奇简单 而又惊人大胆的解决办法 他要造一堵巨大的墙 拦住那些马背上的民族 他把这个几乎无法实现的任务 交给了一个同他一样强硬的人 蒙田将军 这个挑战让人难以置信 他们要以惊人的速度 加固整个北部边境的防御工事 建造方法必须简单 而且成本低廉 幸运的是 这里的人民早已经有了成熟的办法 农民至今仍然在使用这种夯土技术 遗土经过反复的夯当 映入磐石 但是严实拍摄的画面显示 这项工作不仅艰苦 而且进度极慢 就算整个村子的人全都参与 四十五分钟 也只能让墙增高两英寸 相当于五厘米 对秦始皇来说 这些问题是显而易见的 要修建一座跨越 整个中国的城墙 需要集中大量的劳力 不过 对于他这样一个强硬的通知者来说 这并非难事 他派遣士兵蒸发了无数老百姓 让他们远射北方 劳作到此 这些中国人的苦难 在孟江女这个古老的故事中 永远地流传下来 秦始皇的士兵抓走孟江女的丈夫 把她拉去修建长城 孟江女冒着严寒和尖寒 为寻找丈夫几乎走遍了整个中国 她终于走到了长城边上 大人 你进到我丈夫的吗 他要外喜良 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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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孟江女找到了她的丈夫 但是为时已晚 她的丈夫已经因为劳力过渡而死 小薛 传说孟江女在极度的悲痛中 放声大哭 孟江女 很长一段城墙硬生倒下 孟江女的苦难至此还未结束 为了反抗秦始皇的暴政 她纵身跳入了大海 很多大百万 许多个世纪以来 中国人一直相信 长城下埋藏着无数老公的尸骨 这只是另一个关于长城的传说吗 答案 众说纷约 我觉得这只是个传说 古代中国有各种各样埋葬尸骨的方法 有的是把尸骨投入井底 有的是在工地附近就地埋葬 长城的整体结构非常紧密 但是我觉得下面不大可能有尸骨 我们请专家尝试用一些以前从未用到的方法 来印证这一传说 泥土穿透技术 可以帮助我们探测出城墙内的人类湿海 专家将地次仪插入图中 测量城墙各部分的密度 然后把测量数据输入计算机里模拟构建城墙 不同的密度将以不同的颜色显示出来 所以很容易区分不同的物质 但是问题是 夯实的泥土密度与人体的骨骼密度是相当的 如果真的有尸骨 你们怎么辨别呢 据我所知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很好的方法来探测 光是骨头 那么骨头要是很多 比如说是堆成堆的话 那么用这种方法也 但是呢就是光光个体的一个骨头 探测是很困难的 这一次电磁仪并没有发现人类尸骨 然而现在否定这一传说还为时过早 在数千公里的城墙得到检验之前 这依然是个谜 专家们一致认为 秦始皇修建长城的举措 给他的子民带来了深重的苦痛 同时也没能保护他们免受外族的侵染 修建长城最大的挑战是寻找足够的有效劳力 这些劳力通常是征召来的当地人 也有用各种罪名抓来的犯人 一些外族人也被招募来完成任务 但是住墙的人手经常不够 劳工又出现病源 士气很低 很多地方被废弃了 留下很多的缺口 游牧民族从这些缺口长驱直入 秦王朝不在太平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暴族 此时的人民对朝廷早已心存不满 为了建造工事 所有劳力都被拉去修长城 这个王朝积蓄的民怨可想而知 后来便爆发了很多有贵族领导 和农民领导的起义 起义军冲进都城 杀死了秦二世 秦朝就此灭亡了 蒙田将军的自杀 是秦朝灭亡的另一的原因 他认为修建城墙是对自然犯下的罪行 因此自己理当死去 秦王朝的统治持续了不到20年 然而他的功成遗迹 经受住了2000年的考验 又一个更具野心的朝代迅速出现 他把城墙扩展到世界的边缘 将这个防御措施转变为巩固其王朝的武器 长城的建造始于2000多年前 当时中国的第一个皇帝 受命他的将军去抵御外族入侵 他们建造了一座绵延近万里的土墙 这个浩大的工程夺取了成千上万劳工的性命 然而更为艰巨的任务还在后面 在这一人类伟大工程的修建过程中 中国西部的戈壁滩 是人们面临的最艰苦的环境之一 就算拥有现在的科技水平 在这种恶劣环境中修建长城也是一大挑战 而在2000年前则几乎绝无可能 但是当时国家的命运岌岌可危 在古代曾经有一些凶猛的骑兵 越过这些沙漠入侵中国北部 他们的名字 匈奴 足以引起欧亚民族的恐慌 当他们到达中国使皇帝修建的长城前 发现几乎无人防守 于是他们轻易地越过了长城 当时已经改朝换代 到了汉朝 汉朝皇帝没有把握 与来自北方的强硬对手交战 尤其是在戈壁滩这样的偏远地方 因此他们试图通过合金等手段 解决问题 当时他们采用了通婚 禁贡和贸易往来之类的温和手段 来化解威胁 简单地说起来 就是收买对方的人心 汉王朝充分利用这段时间修养生息 公元前140年 属于他们的时机到来了 不同于以往的皇帝 汉武帝是与匈奴抗争 并且取得了胜利 他重视军事训练 培养了一批不仅对游牧民族战争了如指掌 而且能在草原上作战的指挥官 在加紧进攻匈奴的同时 汉武帝加强了防御攻势 他命令手下重进秦代长城 这一任务非常简单 只需用土填塞 夯实即可 但一到戈壁滩上就另当别论了 在那些没有泥土 封沙漫天的地方 没有人能够用沙子和立石铸成城墙 一旦受到压力 沙子就会产生崩塌 在两千年前 从东部运土过来也难以实现 因此汉武帝的工兵必须另辟蹊径 他们的解决方法简单的令人难以置信 不能筑高 他们就向下深挖 开造出绵延不绝的壕沟 以此来阻挡匈奴人的入侵 但是要保护边境 他们必须知道那些狡猾的敌人 会从何方进攻 他们需要一个早期的预警系统 一列横跨戈壁滩的信号塔 然而在这种遍地沙历的地方 如何能够造出九米的高塔呢 结果他们创造出了 比泥土更加坚固的东西 汉武帝时期的修建者发现 只要用几层芦苇来加固沙粒 就能够使信号塔屹立些 今天的工程师仍然在使用这项技术 不过他们用钢筋这种金属支柱 取代芦苇来支撑混凝土建筑 用风火传递信号比起码要快得多 在不同种类的风火中 狼粪燃起的烟最高也最直 不同颜色和数量的风火 代表危机的不同程度 表示只有小谷敌军入侵 或者是有大匹兵马压境 岁月更迭 汉朝修建者用芦苇践踏的技术 日渐精湛 城墙深进了戈壁的腹地 沙漠的风消失了他们的规模 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堕扣 只剩下从前的三分之一 然而历经二十个世纪 他们风采依旧 汉武帝发动战争 将匈奴赶出了中国北部 改变了世界的历史 商队第一次可以安全往来于亚洲和西方 沿着传说中的丝绸之路一直抵达罗马 然而匈奴骑兵并会走远 汉武帝明白 他应当保护好丝绸之路沿线的重要绿洲 这就需要在中国西部的门户 荒凉的御门关设立要塞 汉武帝时期的修建者 需要建造一座防御性很强的堡垒 而唯一可行的建筑材料 是从蒙古吹过来的软制黏土 在这项挑战中 士兵们将古老的夯土技术 发挥到了极致 他们利用风吹过来的土 建造了一座六人高的城墙 历经两千年的风风雨雨 这座坚固如初的城墙 依然守卫着御门关 依旧屹立在沙漠中 与风沙和岁月抗争 现在这里只剩下一座中心碉堡 这座边疆的岗哨刚刚建成的时候 代表了当时这类建筑的最高成就 作为第一岛防御攻势 中国人发明了一套聪明的警报系统 他们在城墙外的好沟里填满细沙 如果有人趁晚上溜进要塞 就会留下明显的足迹 汉武帝为保护丝绸之路修建了数百公里的长城 在三十年中他的军队沉重打击了匈奴使他们一蹶不振 一千多年后一个更为猖獗的敌人再次召集军队来到长城边上 但是这一次他们所遇到的则是长城最为坚固的部分 一个军事工程上的杰作和地球上最强大的堡垒 两千年前 中国汉朝的长城修建者遇到了一个几乎无法应对的挑战 他们要在地球上极其荒芜的沙漠中修建长城 从而保护自己的国家 以及著名的丝绸之路沿线的商队 不受匈奴人的惊扰 然而世纪更迭 中国遇上了更为严峻的危险 这是一个属于蒙古人的时代 十三世纪 成吉思汗带着他手下令人闻风丧胆的军队冲出中亚 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的帝国 蒙古人入侵并统治这片土地长达百余年 直到一个新的朝代明朝将他们赶回了边境一半 那是公元1368年 明朝的人们再也不想给蒙古人任何机会 因此他们着手修建了明长城 这一段长城后来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为严密 范围最广 同时也最为强大的防御攻势 明王朝的子民们准备不惜任何代价 不惜花费大量人力财力和时间 来确保自己的文明不会再被干扰 但是同以往一些朝代一样 明朝皇帝也没有足以对抗游牧民族的军队 仅仅将蒙古人阻挡在边境之外 本身就是一项巨大挑战 明朝的新都城北京 由都城和北部西伯利亚之间的群山作为天然屏障 然而群山之间有许多关口 对蒙古骑兵来说 这些关口是他们指导明朝都城复利的天然捷径 为了保卫家园 明朝必须加强对各个关口的防守 与以往一些朝代不同 明朝没有把这个重要的任务交给奴隶们 而是调用了自己最优秀的工程师和精兵 其中最卓越的就是七纪光将军 七纪光将军是明朝一位十分卓越的将领 当时他统领着古都北京北部的这片军事区 七纪光将军是个身经百战的人 他发现修建长城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 同时他认为长城并不是在军事上取得优势的充分保证 因此他增掉了大量兵力防守城墙 士兵们需要夜宿长城 他就设计了这种拥有封闭空间的守望塔 城墙几乎全部以砖砌成 这也是出于他的设计 用砖砌墙建筑者就可以运用细节上各种小的设计 增强防御力量 七纪光将军可以称得上是明朝的长城设计师 古北口 这个地方可能是七纪光遇到的一个最为艰难的挑战 在五百年前 古北口是北京防御力量最为薄弱的地方 入侵者可以从这里长驱直入直到京都的腹地 这是马背上的民族入侵中原的捷径 同时也是防守者的噩梦 于是七纪光在这里布下阵势 将这条阳长小道变成了兵家要塞 首先他沿着城墙北部的山峰建造了一系列信号塔 随后他带领修建者让长城跨越峡谷 以阻挡骑兵入侵 巨大的门可以让河水通过 却将侵略者拒之于外 任何企图穿越防御攻势的人 都将陷入一旁的峡谷被那里的士兵杀死 有人估计有了这道城墙 一个士兵的战斗力就相当于5到13个士兵 如果能够恰当地把城墙纳入到防御系统中来 这些城墙是非常有效的 防守的关键是一条古老的军事原则 那就是占领高地 这就意味着中国的长城要修建在很多极具挑战性的地方 例如古碑口附近山峰如刃的司马台 山脊狭窄几乎难以在骑上行走 更不用说修建工事了 他们的成就令我们惊叹不已 明朝的砖每块差不多种13千克 相当于25到27磅 把这样的材料运到上面的建筑点需要耗费大量的体力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试试搬一块到上面去 不过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知道任务是简单还是困难 走吧 关于城墙建造的基本情况没有任何细节记载 我们不知道古人是怎样搬运材料的 也不知道他们是否借助了矗力或者起重机 唯一的解释似乎是当时的人们认为 修建城墙这样一件再平凡不过的事 后人是不会对其感兴趣的 终于到了 一块砖花了五分多钟 而关口还不是防御中唯一的薄弱点 北京东部沿海有一片大约宽十公里的平原 对擅长马背作战的民族来说 这可是一个理想的战场 同时它又是一条入侵的便道 也是七级光将军面临的另一个巨大挑战 此处的防御攻势必须从海岸线以下开始 否则就会被侵略者轻易突破 七级光的应对措施是让长城延长约二十米 直通海里到达山海关 这是一个坐落在天然暗礁和巨大石板上的大型建筑工程 与新城墙上其他的重要关口一样 山海关也是封锁系统的一部分 山海关位于长城最东端由五个堡垒组合而成 一系列的城墙大门和要塞组成了古代中国的入口处 这一不可攻破的屏障 号称天下第一关 明朝修建者开采当地的石头加固旧城墙 同时建造新城墙 在山海关 采石至今仍然在继续 一个使城墙坚固的办法是在大小相同的砖之间抹上灰浆 关于灰浆的颜色也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传说 很早以前就有人说明代长城墙砖之间的灰浆 是用人的骨灰做成的 所以才呈现出白色 实际上 这种白色只不过是熟食灰的颜色 灰浆里面含有一种特殊的物质 但绝对不是人的骨灰 对中国人来说这种东西相当常见 替皇帝修建长城的人发现 米汤能够提高砖块间的粘合度 许多个世纪之后 这种混合物的力度便显现出来 有的地方砖块已经被风雨侵蚀 但是灰浆却依然如故 经过的明长城 保证了世世代代山海关人民的安全 但是七级光将军明白 防护不能单靠砖头和灰浆 与之同样重要的是守卫城墙的士兵 和他们手中的武器 骨弱金烫的堡垒 训练有素的士兵和力量威猛的武器 通常构成有力的防守 中国人还发明了能重复发射一次多发的弩 能同时向好几个目标不停发射弓箭 他们还有射成可达千米的大弩 据说能连人带马 一下射到六名起兵 杨复西一家世代制造弓箭 他现在仍在制作的弩 正是当初守卫长城 抵御蒙古入侵的工具 草原上的游牧民族 不懂这些复杂的处罚机关 这使明朝人在军备上 占有了极大的优势 在当时弓箭相当于现在的AK-47突击补强 具有很强的短程杀伤力 并且能够迅速再次发射 这种半自动制弩 可以在二十秒内发射十支箭 好 一次城墙或者城市保卫战 通常要用到两三百万支箭 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需求量有多大 在武器方面 游牧民族一直都处于弱势 他们主要依靠弓和轻行弩 而中国有很多种武器 活药发明之后 又专门有人负责制造炸药 有了高度和视野上的优势 他们几乎弹无虚发 西级光将军考虑得十分周全 他的手下占领了每一寸高地 他让防御攻势彼此相连 这样塔楼里的军队便可以相互照应 即使敌军攻上城墙 防守士兵也能够步步为营 他设计出这样一个防御网 就是为了把从水道而入的敌军 逼入自由开火区 让他的手下来消灭他们 城墙建成后 士兵们和平地守卫了几十个年头 最后终于到了交战的时刻 到达长城边上的入侵者大为吃惊 长城是一个他们从来 连想都想不到的建筑 这是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防御攻势 可以从城墙上放箭 开炮 开炮 在下面的山谷中 还有更多出其不意的武器 地雷以及对付战马的铁钉等 神机 有了这样一个严密的防御攻势 以及威力巨大的火药 冥王朝应当是固若金汤 谁曾想 在以后的岁月中 这个世界上最为坚固的堡垒 竟然不战而降了呢 十四世纪到十五世纪 中国明朝修建并且加长了长城 以保护北京不受蒙古骑兵的侵袭 他们建造了最为严密的防御系统 由于最终相信了都城的安全 明朝皇帝把注意力转向了另一个问题 在遥远的西部边境上 长城的终端是一个异常荒凉的沙漠 珠宝 丝绸和香料等 正是从这里沿着著名的丝绸之路 由东方运往西方的 商队要向国库交纳重税 而且经常遭到游牧民族的抢劫 他们需要用钱来交换安全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一个新的大型防御工事 在群山峻岭与大漠孤烟之间动工了 这就是家喻关 由于这里地处偏远 被敌人包围的卫戍部队 很可能要坚持数星期之后 才能够等来救援 因此家喻关的堡垒必须异常坚固 修建者们必须设法用沙子和礼石 来建成一个大型的堡垒 他们建造了军事工程的杰作 层层相扣的堡垒 对防御者来说是双重保护 对入侵者来说 则是难上加难 进入堡垒后 一系列的门 过道 塔楼和城墙 如同迷宫一般 这是明朝人为入侵者设下的迷魂阵 无怪乎明朝皇帝称之为天下第一雄冠 这里无人能够攻克 甚至也没有人愿意做出这种尝试 因为代价将会是巨大的 既然游客也能从城朵上射击目标 训练游苏的士兵无疑可以杀死任何入侵者 驾驭官的坚固并不仅仅在于设计的巧妙 以往的朝代早就懂得因地制宜 他们用大自然提供的泥土 砂石和芦苇 在沙漠中建造了宏伟的城墙 而到了15世纪 迪我双方都掌握了威力更大的武器 例如世界上早期的炮 因此驾驭官需要比泥土沙粒更为坚固的东西 堡垒的兴建者再次想出了绝妙简单的方法 他们仍然采用了当地的泥土沙粒 只是在上面盖了几层经过禁压和沙漠阳光破晒的砖 他们又在城墙上修筑了箭道 以防止对方发击 驾驭官是一项巨大成就 但是他孤立于西部边境 与其他要塞相去甚远 如果不能够发出求救信号 堡垒也许仍然会被攻破 整个中国西部岌岌可危 这个问题留待风来解决 明朝的军事家们完善了内部的烟火信号系统 驾驭官上的指挥官 向大约两千公里以外的北京传送消息 只需一天即可收到 在长城的护卫下 明朝皇帝统治中国近三百年 到十七世纪初 长城的威力达到了顶峰 而修建他的那个朝代 却开始走向衰亡 明朝陷入了混乱 很快 朝中就无人给边境的堡垒回送消息了 到了十七世纪初 中国的长城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为坚固的防御系统 面对蒙古大军压境的可怕威胁 明朝皇帝用了长达三个世纪的时间 来加固他们的北部边境 他们用家砖的土城墙来对付大炮和石弩 并且为军队配备了当时最为先进的武器 长城本该长保明朝的兴盛 然而这个伟大的防御攻势的一个致命弱点 是皇帝们始料未及的 长城的一个主要问题是 他的不可逾越建立在人的忠诚之上 游牧民族给了叛变者很多好处 他们也允诺放投降者一条生路 山海关位于渤海之边 这个广阔的沿海平原 一度是强悍的马上民族致富的捷径 七纪光将军修筑了一个坚不可摧的屏障 解决了这一问题 然而到此时 明朝已经成了强弩之梦 兴建长城所征收的沉重赋税 逼得农民们接干而起 而北方的满族此刻也已经进入到了沿海一带 当他们抵达山海关后 这个大型防御攻势挡住了他们的步伐 而壁垒中的守军则在官网等候 树守边疆的指挥官做出了一个 使中国历史的航道发生拼命的决定 他大开城门 与满族军队一起大肆镇压农民起义 世界上最先进的防御攻势就这样被遗弃了 伴随着那段夹杂着神话与传奇的悲惨历史 长城几乎很快就被人们淡忘了 然而中国人知道 很多关于长城的故事的确是真实的 无数仙碑的血汗铸就了长城 长城是中华民族的象征 每一个中国人都在尽自己的努力去保护它 即使用机器来代替古人做一些工作 整个工程的规模仍然令人惊叹 就是沙岩关关城有四座城楼 保存完整的是这个东门的 叫镇东楼也叫天下地区 南门要重建的叫望远楼 西门重建的叫银银楼 北门叫微远楼要保持 一直保留 到今年的十月份完工 要经过一到八个月的时间 投资的是18.26亿元人民币 维修夯土建成的城墙 会需要更长的时间 因为这里没有捷径可走 唯一的方法 你们这些不错 就是效法古人 手放入一半 ave游岂数 leaves 坚持祭兰银楼 面穹尚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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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 lub亮 所以现在做的这种做法 和过去是一模一样 这都是延续下来的一种做法 修这长城相当是费工的 都是因为是黄土 这个人工费势相当高 因为在山坡上修长城 全是用人工背上来的 中国北部长城的规模足以使地球上 任何其他建筑黯然失色 它跨越了各种不同地形 海底 山间以及荒凉的沙漠 长城的建造者经历了无尽的挑战 并且最终找到了绝妙的解决办法 长城是一个伟大的建筑成就 也是对人类组织能力的一个验证 它汇集了人们的力量 尽管有些是自愿的 有些不是 这项成就超越了 包括埃及金字塔在内的 任何西方建筑 让长城更加坚固 非常重要 因为它所记载的 不仅是一段持续十年或是百年的斗争 而是一段长期的激烈的文化冲突 在二十多个世纪里 在玉底的同时 古代中国人的战争艺术和防御科学日益完善 它们的很多技术在今天的建筑界仍然被借鉴 然而它们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 其代价之大是我们很难想象的 因此如果说长城象征着什么 那就是中国这个国家不惜一切代价 勇敢求存的决心 那就是中国国家不惜一切代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